HELLO 大家好我是JC娜娜 我又帶來了一支秋天的穿搭影片 這次呢會是一個非常秋天非常大地色系的穿搭 那這次的發想是偏發飾風格的 一共有6套穿搭要來跟你們分享 那我們開始吧 那首先要來跟你們分享的第一套 是一個今年大熱的雪韌風格 白襯衫我想要選擇的是比較oversize的 幾乎可以當裙子穿的大件長襯衫 耳環我選了ENROVE的玉京香系列 這個牌子的飾品很可愛又非常的不貴 我會推薦給喜歡經常更換飾品的人 雖然說這套是雪韌風 但是又沒有真的要去上學 所以搭配了一個黑色的C上學 那我的這雙呢是黑色雞皮的 那襯衫的外面呢我會搭上今年秋天很Trendy的無袖背心 創造這個很雪韌風的感覺 那這件呢我選了一個H&M的米色長版背心 讓就是在白襯衫上面顏色有一點點層次 因為上半身的衣服都很寬鬆嘛 那所以我拿了一條腰帶來塑出腰身 那這條呢是ISABEL MARANTE的 那這條腰帶的綁法非常特別 它沒有什麼多餘的五巾啊 空洞等等 所以看起來非常的簡約 但是又非常的精緻 腰帶是焦糖色的 所以我的包包也是搭配了POLINE的焦糖色 NO.1 NANO 那這個包包如果有看之前的影片的話 可能有看過它出現了幾次了 這是我一個還蠻喜歡的愛獎 我在國中的時候 我的制服是白襯衫配上深藍色的長褲 那時候呢 我很喜歡在白襯衫外面 配上一件白色的無袖背心 這套是 其實是有點懷舊穿的 With a twist 顏色第一套的雪潤風感 但是真的細領帶有點太過了 again 沒有真的要去上學 所以這套我挑了一件有蝴蝶結綁 戴在林口的米白色毛衣 讓整體有那麼一點雪潤感 又有點氣質 帽子我配了一點軍裝帽 抱頭帽來稍微綜合一下 整體很女性的穿搭 而且也帶了一點我喜歡的復古元素 下半身我搭配了白色的白折長裙 來完成整體的雪潤感 裙子我會拉稍微高腰一點 可以提升視覺上腿的開始 那至於戴衣的選擇呢 我選了一個經典的封衣 那這件是GIN這個美國牌子的 材質是薄薄的沒有內力 所以就算是居住在秋通不太冷的地方 穿起來也不用擔心會太熱 封衣的版型因為比較寬鬆 所以我會用腰帶來吸出腰身 來拉長整體的臂力 那包包我選擇了我最愛的 CELINE CLASSIC BAG 那它是一個均綠的顏色 配上整體白色 以及卡吉色的一個整體的色彩 隨著我選擇銅色系的雞皮短靴 來護衣帽子以及大衣的這個卡吉色 我很喜歡這套有雪潤風的氣質 又有點軍中的帥氣 衝突又非常的大 上半身我選擇了這件香檳色的獅子橡皮 版型呢它是偏寬鬆的 重點重點是它有電腱 所以會創作出很喜歡的腹部感 接著呢會再搭上這條珍珠項鍊 它的長度是剛好落在頸部底下的一條短項鍊 那它的材質呢珍珠是淡水養殖的 所以光澤感跟手感都好 我想要再多一點層次感 所以再疊搭了一條細細的金鏈條項鍊 那剛好零扣露出來這樣子一點的細節我很喜歡 那項鍊呢都是925銀上肚金的穗質量也是挺好的 至於下半身我搭上了這條棕色的格子仔裙 來貫徹整個學院風格的穿搭 那靴子的部分我選了這個奶茶性的過膝窗穴 這雙是亮面的合成皮革 大衣我選擇了這件Petite Studio的雙面唇羊毛大衣 非常的柔軟以及扎實 這件大衣一面是焦糖棕色一面是米白色的 兩面都有扣子所以可以兩唇 感覺就像是有兩件同款不同色的大衣 包包呢我選擇了我的collection裡面的學院風包包代表 那就是這一個WISELE的high school satchel 認真認真就叫做高中書包 它暗紅的顏色呢也在我整體比較單色系的穿搭 看起來很挑很亮眼 這個包應該是我在youtube上面我第一個展示過的包包 所以它是有一點小歷史的是我的一個愛將 至於材質呢它是全光滑的小牛皮非常的亮 但是也比較容易刮傷 我喜歡這個包裡面的各種細節 它大小也非常的適用 最後呢我還戴上了粉紅色的髮褲 感覺瞬間變成Gossip Girl裡面的Blair Wardolph Hello Upper East Cider 我又穿回了第一套的白襯衫 但是這套呢我希望是感覺比較帥一點的 所以我拿掉了珍珠項鍊留下了金鏈條 那這套重點呢就是這件黑色短背心外穿 那這樣子黑白色交錯出很新年對比 我自己覺得還蠻有個性蠻好看的 其實這是我第一次嘗試這樣背心外穿 我莫名的超喜歡 會感覺有點像是上身超短 然後腿部無限延伸 帽子的部分是跟前一頂卡吉色 同款不同色的黑色軍裝帽 包包我搭配了START這個LA的小眾品牌 那它這個黑色雲朵腋下包就是看起來很簡單 所以就是貫徹整體非常簡單 然後黑白帥性的這種風格 至於皮質方面呢 它的光澤感手感都超級超級無敵棒 價格也非常親民 唯一的缺點呢就是它小了一點 所以它的容量不是那麼的足 那外套部分我選了這一件均綠的條紋大衣 它裡面也是有做墊肩 可以的話我都會選擇有做墊肩的上衣或是外套 我自己覺得肩寬一點很好看 那也可以讓肩膀看起來比較直角 我很喜歡這套整體穿起來的感覺 讓我看起來整個人很修長 那比例也變得比較好 Emily in Paris這個電視劇裡面 我最喜歡穿搭其實是Camel的 那除了它很簡單很minimal 又很帥性瀟灑 超級超級有French girl shape 那它的穿搭呢 在顏色上除了丹寧藍之外 大多都是黑白色 所以這套有點算是inspired by her 今天秋天另外一個非常流行的元素是皮革 所以我也想要確保 我這一次的lookbook裡面有一些皮革單品 那我今天要穿的是這一件ZARA的皮革上衣 但是我覺得它的長度可以稍微當作到裙子 就是也是穿成一個下身時鐘風格 那這件的皮革呢它是合成皮 但是手感其實非常的滑非常的好 光澤感也很好 缺點就是它不透氣 所以可能天氣熱的時候會覺得很悶 但是在冷冷的天氣裡面 不透氣也會比較保暖 那這件它有附上一個腰帶 但是太長了 所以我是用打結的方式來細緊 那鞋子呢我選的是這一雙偏軍裝的 一個很帥氣的綁帶鞋 那因為底部很厚的關係 所以它幫我加了很多身高 而且會讓腿看起來比較修長 搭上的這一件灰色大衣它超級無敵厚實 它是百分之百羊毛 它版型很挺也很窄版 那它的背後呢很特別 它是做一個軍裝風格的 有點類似縫衣 但是它添加了一個比較活潑的黃色格子元素 這件大衣它穿起來真的非常的暖 所以很適合就是在比較冷的氣候裡穿 帽子我搭配上了這個深棕色的貝蕾帽 然後也是來綜合一下就是甜美 以及整體的酷帥感 那包包我選擇是這樣子 方硬的一個收拿包 它的皮革呢是牛皮 但是它做了一個鱷魚的鴨紋 它是by fart 整體呢我會喜歡像這樣子融入不同風格 以及不同材質的一個穿搭感 就是有毛泥又有皮革 這樣子不同的元素混搭 會讓整體穿搭看起來比較supiscate的一點 上次呢我選了這個三品色的毛衣 一樣也是百分之百穿羊毛 秋中一個很必備的基本款單品 穿什麼風格都可以搭在外面或是裡面 下半身呢我換上也是有皮革元素的黑色裙子 帥氣感加加加 那外套呢我是搭配這件藍色的格紋外套 它也是百分之百羊毛 但是它稍微薄一點 所以它比較適合初秋的時候穿 那最後等我戴上了這頂黑色的背靈毛 讓整體看起來柔軟又帥氣 那這套跟前一套一樣也是 裝了非常多不同材質跟風格的一個穿搭 有皮革有毛泥有羊毛等等 好啦 那麼以上就是我這一期的穿搭影片 希望你們會喜歡 那我希望今天的穿搭不要太那種法式的Cliché 所以我添加了很多不管是復古啊 或是一些比較Mix and Match的一些元素 那有什麼想法的話都歡迎在底下讓我知道 那所有的商品連結呢都會在資訊欄 所以記得要去看 那我們就下一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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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有明信 看 臉